那所谓的拖曳资源,一般是指的是像比如说单引号跟双引号 像双引号的话,理论上就是因为我们程式里面已经用到了 所以如果你将来要输出双引号这个符号的话 那会遇到一个充码问题,为什么? 比如说我今天希望什么? 输出这个公式里面,假设结果 我希望在这个结果前后加双引号的话 有没有,那你当然你如果直接加,以前的想法是在职业里面加一个双引号 就是加在这里,可是你会发现,它马上出现错误,为什么? 因为它看不懂 主要原因是因为你双引号已经在程式里面被使用到了 那你再使用双引号,它就不知道,有没有,confused 这到底是什么东西 所以怎么解决?很简单 直接在这个双引号前面加一个反斜线 也就是说,有反斜线 在前面的话,它就看得懂 原来你是要输出一个双引号 那尾巴的双引号怎么加?一样嘛 你就加一个什么?加一个这个 先输出一个双引号,然后再反斜线 双引号 这样它就知道说,原来你这个地方是要输出一个双引号 有没有,那你把它执行的话 这个地方就会出现什么?前后就会有 有没有 就是双引号的符号 那一样,单引号也是一样 单引号在程式里面 也是当成是文字使用 所以特别注意,你在程式里面 如果你们在别的地方看到 有的人是打这样 就是打单引号 也可以 也就是说,在Python里面表现文字的叙述里面 你用前后双引号跟前后单引号的结果是一样的 那我的习惯是双引号 因为我以前写程式全部都是双引号 那当然我没必要把它改一个习惯吧 所以以后你们看到我的程式里面 全部都是双引号 但是你有可能你去看别人的书里面 会出现单引号 那你不要觉得奇怪 因为都可以 OK 好,那再来的话 其实我们跟你讲 程式里面很多状号 其实没有什么的标准答案 每个人写作风格不一样 写出来的程式 风格就会迥易 OK 所以哦 什么样的程式是最好 其实有的都是你看得最顺眼的 那种程式写法是最好的 就像说 我如果拿别人的程式来参考 我看到单引号 我第一个一定把它全部改成双引号 为什么 看得完全不习惯嘛 另外的话 有人写程式可能是这样的叙述 可是我不喜欢这样的叙述 那我就会把那个叙述改成我习惯的叙述 为什么 因为你说真的 你别人写出来怎么样就觉得很不对 OK 你就觉得怎么样就是怪 OK 所以无论如何 即便网路上找到了参考别人的东西 我一定还是改成自己习惯的写法 不然的话 那还是不是你的 不习惯 就像以前 这个写论文的时候 有时候也是会参考别人 那你不能全部都 怎么 照抄吧 照抄遍别人东西你就抄袭了 所以怎么办 一定要用自己的语言消化过之后 重新再写过 虽然说你的叙述跟他的叙述 其实好像大体上是一样的 可是因为经过你整体 那就不一样 那是你的东西了 OK 而且你看起来也比较舒服 那你一看就知道 这个好怪 我完全不会这样讲话 为什么我一定写出来就变那样 OK 所以其实一看就觉得怪怪的 道理一样 所以你们慢慢要习惯 就是第一个 你可能要熟练语法 再来的话 慢慢要找出自己习惯的写法 越写可能越顺手 你会觉得 这东西有自己的feel了 OK 好 那这个是加上双引号 另外如果说 我今天要换行 什么要换行 比如说我今天希望结果冒号 输出的话 最好把这个结果 帮我摆在下一行 有没有 结果冒号 不要放同一行 帮我放下一行 那怎么下一行 下一行就enter 有点像按一个enter键 那可是在python里面叙述 你可以用反斜线n 推一支援一样 这边的话呢 就是加一个换行 那加在哪里 蛮重要的 我们加在冒号的后面 所以应该是在什么呢 在双号的前面吧 所以这边请你加一个 反斜线n 那这样的话呢 它就执行 各位会发现 它输出的结果 就会是在结果 这边应该加一个什么 加一个换行 所以你会发现 它就会换到下一行 OK 所以特别是 比较常用的推一支援 大概就是像反斜线 单引号 反斜线算 还有这反斜线n 那其他还有什么呢 就是像反斜线t是tab 另外其实像这个什么响铃 这个我实在是也没用过 我不知道 你们可以试试看 看到这直接执行 会有个响铃 那应该是有 它其实这个 有点像模拟按键 它有个按键 它会有响铃的动作 不过这个比较 基本没有用到过 所以你们可以试试看 然后还有到 这个节很少用 还有16进位的 跟八进位的 OK 那这个部分大概请各位 就主要试前面几个吧 然后还有反斜线 这个反斜线就是说 我们路径 C冒后反斜线 那如果你用反斜线放在 你的城市里面 也会出错 那怎么办 你要变两个反斜线 才会正确 或者是另外还有别的方法 我后面会讲 如果有路径的话 可能也要特别注意 那接下来的话呢 推进我讲完之后 再来就是关系运算值 OK 所以结构控制 所谓的结构控制 就是说 看它能不能做下一个 如果回true 就可以做 不能做就是false 那我要怎么样知道 true跟false 这边的话呢 我们主要是 做一个比较 左边跟右边一不一样 那我们可以用什么 用这个所谓等号 等于左边跟右边 那如果在VBA会有些语言 它没有两个 它一个 VBA是一个就好了 左边右边一个 可是在Python两个 那不等于的话 字的是金碳号 等于 那如果在VBA 它不是写这样 是小于大于 这叫不等于 所以只是语法 其实不一样 那Java其实也是用 不等于是金碳号等于 OK 这个大于 这个小于 这个一样 大于等于 小于等于 这个都一样 所以其实比较需要记的 应该是不等于 OK 如果你们这些 稍微记一下 那逻辑相反就那只 and 这个也一样 这个其实也不太特别 需要去背的 也就是如果你两个逻辑都要为True的话 那就and 只要把左边逻辑跟右边逻辑中心叫做and 那这两个都要为True 才会为True OK 那偶尔的话是左边右边其中一个为True 那就为 就可以去做下面的事情 所以呢 等一下我们就要来看 逻辑判断 那逻辑的话一般就一辅了 如果什么状况 做什么事 那比如说我们举一个例子 假设我要写一个什么 年龄是否成年的话 该如何写 判断年龄 OK 那当然可以再进阶版 这个是True跟Force 再来的话可以 再分比较多个 True跟Force之外 还有True 还有青年状年老年 那程式该如何撰写 首先的话一样 请各位把刚刚你写完的这个程式 看来存档算 存档的话 特别注意 它预设是未命名 0.py 那你就把它存档 或者另存心来可以 这个时候会跳出说 你要存哪里 不过我建议 因为呢 它Spider比较没有专案管理的功能 所以它不会帮你建一个专案 然后把这个.py档放里面 所以变成怎么样 你要自己建一个资料夹 把它放进去 所以呢 我是建议 刚才你再c点一下 建一个资料夹 所以资料夹 建资料夹的话 按右键吧 或者是说你可以 上面它本来应该有新增 新增资料夹 所以按右键新增 在c点新增一个资料夹 名称也许叫什么 叫python 然后名称2021 OK 比如像这样一个字要讲 然后呢 我就直接打开它 也就以后啦 我是建议你干脆都放在某一个目录里面 或甚至哦 你怕说这边电脑大家都在用 你干脆在 也许后面再加上你的名字也可以了 然后呢 这个的话你会练习 你就许说 这个未命名就可以把它改成 也许叫什么 就是叫py好了 py01.python好了 OK 把它储存起来 那这样就存起来了 如果你现在叫开啊 很简单嘛 开启就当 然后在哪边找 c点底下会有一个叫python的 2021嘛 所以python2021 python 在这里 那这边就有py01 打开 才是出来了 OK 类似像这样 那以后就固定存在 c点底下的某一个目录里面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试看 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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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